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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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两人就曾有过两面之缘 第一次是在钱德本年 当时年仅十二岁的宋氏 跟随母亲落宫朝见宋太祖 第二次是在钱德五年 当年宋太祖赵宽义 在朝中接受命赴朝代的时候 第二次见到了他 当时十六岁的宋姑娘 已经出作成了一个大姑娘 引起了宋太祖的注意 当时宋太祖的王皇后已经去世四年 中宫皇后的位子也一直空着 于是宋太祖便打算赢取宋卧的这个女儿为皇后 填补中宫的空缺 一年之后的开保元年 十七岁的宋氏被赢取助攻 成为了宋太祖的第三位皇后 宋皇后虽然出身武将之家 但她却是一个知书达理 温柔贤贵的好妻子姓柔顺好礼 每天快到宋太祖下朝的时候 宋皇后就会提前在后殿等候 陪同宋太祖一同进餐 夫妻感情很是和睦 这样幸福美满的日子 持续了九年 开保九年 宋太祖赵匡并去世 那一年 宋太祖五十岁 宋皇后二十五岁 宋太宗即位后 称呼皇嫂宗 皇后为开保皇后 宋太宗至到元年四月 宋皇后去世 翔年四十四岁 在人生最美丽的季节 遇到了最疼爱自己的丈夫 虽然幸福时光只有短短的九年 但相信宋皇后的内心 是一直快乐的 参考史料 宋史宋皇后传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